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 摩西吩咐百姓 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 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从以色列中支派中 每支派要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每支派交出一千人 共一万二千人 带着兵器预备打仗 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 并打发祭司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尼哈捅去 菲尼哈手里拿着圣索的器皿 和吹大声的号筒 祭司菲尼哈跟这一万两千名战士 一同前去作战 并且拿着圣索的器皿 代表神与他们同在 并且来吹大声的号筒 在第十章有说明 用银子所吹打出来的号筒 如果吹大声的时候 就是代表要去作战 所以有一支是叫做吹大声的号筒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这时候摩西正带领百姓 在这个越旦河以东的摩押平原 然后准备要让约书亚带领他们 渡河到西边的应许之地 为什么要在这个之前 要对米甸人来进行复仇的行为呢 原来他们之前在摩押平原的时候 摩押人跟米甸人 他们听从了假先知巴兰的诡计 然后呢就使用摩押跟米甸的妇人 这可能包含一些一般的妇人 也包含一些祭拜偶像的妙计 那所以呢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 也引诱以色列人跟这些妇女狗合 然后或者跟妙计狗合 菲尼哈他之前曾经亲手杀了一位 这个西勉之派的领袖 辛利 以及米甸人一个首领的女儿 他们公然在以色列的营地里面行营 而那时候 耶和华正在愤怒的 用瘟疫击杀这个以色列人 全部以色列人都在悔改 唯有这一个心力 竟然这么大胆的还把米甸的女子 带回耶和华圣洁的营地里面 公然行营 因此菲尼哈他有一颗忌邪的心 就当场把这两个人杀了 因此神要他这一次一同前去 向米甸人报仇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与米甸人打仗 杀了所有的男丁 在所杀的人中 杀了米甸的武王 就是乙位 利金 苏尔 护尔 利巴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 并将他们的牲畜 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 当作掳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 和所有的迎战 把一切所夺的 所掳的 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 将所掳的人 所夺的牲畜 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 在约旦河边 与耶利哥相对的迎盘 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并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并会众一切的首领 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发怒 这边讲杀了所有的南丁 基本上是指在摩押平原 那一带的米甸人 因为米甸人他分布的这个范围 非常的辽阔 他最难可以到阿拉伯半岛 然后往北 一直可以到 这个约旦河以东 的这个激烈 这个地区 因此这边讲说 就杀了所有的南丁 指的是杀了 参与在这一次 用这个淫乱 色诱 以色列人 的这一群米甸人 然后呢 在所杀的人当中 杀了米甸的五个王 就是以莫利金 苏尔 护尔 利巴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 巴兰 就是那位献诡计 给摩押人跟米甸人 让他们来败坏 以色列人的这个假先知巴兰 以色列人呢 就掳了米甸人的妇女 孩子 并将他们的牲畜 羊群 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 当作卤物 基本上呢 他们打胜仗的时候 是可以把妇女跟小孩 卤略过来 当作卤物 还有这些牲畜羊群和财物 都是可以当作卤物的 第十节 又用火焚烧他们所做的成益 和所有的淫债 把一切所夺的 所卤的 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 将所卤的人 所夺的牲畜财物 都带到摩押平原 在约旦河边 与耶利哥相对的 银盘 就是约旦河以东的摩押平原 以色列人的营地 把这些都交给摩西和祭司 以利亚萨 并以色列的会众 十三节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并会众一切的首领 都出到营外 迎接这些得胜归来的战士 结果呢 十四节说 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发怒 明明百姓打了胜仗 可是摩西 为什么向他们的军长 大大的发怒呢 对他们说 你们要存留 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 得罪耶和华 以致耶和华的会众 遭遇瘟疫 所以 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 和所有已嫁的女子 都杀了 但女孩子中 凡没有出嫁的 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 你们要在营外 驻扎七日 凡杀了人的 和一切摸了被杀的 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 第三日 第七日 都要竭尽自己 也要因一切的衣服 皮物 山羊毛质的物 和各样的木器 竭尽自己 基本上 如果按照过去的模式 他们把妇女跟小孩 俘虏过来 作为俘虏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这次摩西 却是向他们大大发怒 发怒的原因 是责备他们 完全没有危机意识 之前我们在 磨牙平原的时候 就是因为受他们这些 妇女的引诱 跟他们一起行营 跟他们一起去祭拜 他们的偶像 而如今 你们竟然又把这些 引诱我们犯罪的那些 妇女又带回来了 是要使我们再一次的 有破口吗 是让我们再一次 重蹈覆册 犯以前的错吗 所以摩西基本上是生气 为什么这些做领袖 做军长的 连一点的sense都没有 怎么还会留这个破口呢 因此他吩咐要把一切的男孩 以及已经出嫁的女子都杀了 只留下处女 让他们可以活命 意思是说 这个凡没有出嫁的 他原文是凡是没有和男孩子睡过觉的 就代表他们无分于上一次的引诱事件 当然战争都是 这个让人觉得很残酷的 那失败的一方 也会遇到极大的折损 但是这个 这次的这个事件 不是一般的人类的战争 它是耶和华跟米甸人之间的战争 耶和华要为自己来报仇 因为米甸人用邪恶的轨迹 要败坏耶和华百姓的圣洁 这不是一般的战争 这是一个属灵征战 这也是一个上帝愤怒的审判 因此让我们觉得格外的严厉 十九节 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 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 那这就是不洁净的 并你们所辱来的人口 他们也是不洁净的 在第三天 第七天都要洁净自己 之前我们有看见 不洁净的人在营地外面摸了尸体的人 要用除污秽水来洁净自己 二十节也要因一切的衣服 皮物 山羊毛汁的物和各样的木器 洁净自己 代表说你有这些战利品里面 他们原本都不是属于神的 是米甸人的 他们是向耶和华心存邪恶的敌人 那他们的东西当然是不洁净 你碰过了 你就你也不洁净 你就要去营外七天洁净自己 祭司以利亚萨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 乃是这样 金 银 铜 铁 铁 铅 铅 凡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 然而 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 凡不能见火的 你们要叫它过水 第七日 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 然后可以敬营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和祭司以利亚萨并会众的各族长 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 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 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 一半归于全会众 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 牛 驴 羊群中 每五百取一 作为贡物 奉给耶和华 从他们一半之中 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萨 作为耶和华的举计 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 就是从人口 牛 驴 羊群 各样牲畜中 每五十取一 交给看守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这边讲到说 以色列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因此他们出去打仗 所掳回来的这些战利品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 那把一半的战利品 分给有去打仗的 另外一半的战利品 分给在后方看守器具的 这也成为后来历世历代 以色列人 他们分享战利品的规定 而去打仗的那一万两千人 他们分到二分之一的战利品 他们要从里面拿出五百分之一 归给耶和华作为举祭 作为举祭的意思是说 这是要奉献给神的 但是在耶和华面前 特别把他拿起来 就作为纪念 然后举祭就是耶和华要赐给 这个祭司的部分 而另外的这个二分之一 则是分给没有去打仗 在后方看守器具的人 他们则要从里面拿出五十分之一 来给这个看守账目的立位人 也就是说五百分之一是给祭司 然后另外一边的人 另外一半的百姓 他们要出五十分之一给立位人 那为什么一个是五百分之一 一个是五十分之一呢 因为立位人人数当然比较多 比祭司的人数还要多 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 所掳来的羊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二千只 驴六万一千匹 女人共三万二千口 都是没有出嫁的 出去打仗之人的份 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 共计养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六百七十五只 牛三万六千只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七十二只 驴三万零五百匹 从其中归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六十一匹 人一万六千口 从其中归耶和华的 有三十二口 摩西把贡物 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计 交给祭司以利亚萨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 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 取来分给他们的 会中的那一半有 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牛三万六千只 驴三万零五百匹 人一万六千口 无论是人口是牲畜 摩西每五十取一 交给开守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带领千军的各军长 就是千夫长 百夫长 都近前来见摩西 对他说 徒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 并不短少一人 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精气 就是脚链子 镯子 打印的戒指 耳环 手串 都送来为耶和华的共和 好在耶和华面前 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三十二节呢 因此呢 他们就清点这些 採採採的财物 总共有这个羊 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两千只 驴六万一千匹 女人有三万两千人 都是没有出嫁的 因为已经出嫁了 已经被杀了 那因此呢 他们就开始来 对分这些採採物 从这个三十六节 一直到四十 这个七节 就是在讲 他们要各自取五百分之一 给祭司 然后另外一边的人 要取五十分之一 给立位人 第四十八节 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呢 带领千军的各军长 就是千夫长百夫长 都进前来见摩西 对他说 仆人泉下的兵 已经计算总数 并不短少一人 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他说这一次的作战 竟然以色列的军队 没有死亡半个人 因此代表 这真的是耶和华 在为自己复仇 这是一场耶和华 他对于那想要来败坏 他自己神圣百姓的仇敌 所做的复仇 因此以色列这一万两千人 竟然没有折损任何一个人 因此这些千夫长就知道 这是出于神的 五十节 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精器 就是脚链子 镯子 打印的戒指 耳环 手串 都送来为耶和华的贡物 好在耶和华面前 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因此呢 这些军人们 他们就明白 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 才能够得胜 他们自己 其实没有真正的功劳 而耶和华还奖赏了 他们这么多的战利品 他们反思 他们当初毫无警戒的心 就把这些已婚的妇女 也都带回来了 以至于摩西责备他们 认为这个会重蹈覆辙 给仇敌开了一扇门 让他可以来败坏我们 因此他们就自发的 把所有的奴隶来的黄金 做的东西 都奉献给耶和华 作为赎罪的物品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 都是达成的器皿 千夫长百夫长 所献给耶和华 为举祭的金子 共有一万六千七百五十 社克勒 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 就带起会幕 在耶和华面前 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 五十一节以后告诉我们 摩西跟祭司以利亚萨 就收了这些金子 总共有多少呢 总共有一万六千七百五十 社克的重 折合现在的重量 大约一百九十公斤的黄金 五十三节各兵丁 都为自己夺了财物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萨 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 就带进会幕 在耶和华面前 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 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宝贵 第一个部分告诉我们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不要把之前曾经 引诱我们犯罪的那些诱惑 还继续的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第二个也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前方出去打仗的 跟后方看守器具的 都要一同得奖赏 第三个他告诉我们 就是当他们数点回来的部队的时候 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责损 他们就知道 这完全是出于耶和华 他们也把荣耀归给神 便在神面前表达自己的羞愧 因为之前他们没有警醒 把会使他们软弱的那些 引诱的因素竟然没有警觉性的 把他们放在生命里面 因此他们就向神献上金子 来赎罪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 主让我们在你面前 真的是生命要警醒 不随便给仇敌流破口 不允许之前曾经 引诱我们犯罪的那一些 人事物 继续存留在我们生命的范围里面 我们也在你面前感谢主 我们是团队 我们要不论是前方打仗 后方看守器具的 都一样重要 都一样有功劳 因此我们要懂得 欣赏别人的付出 不要只看见自己的功劳 最后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神 并且为我们在 跟随神的过程中的愚昧 来向神悔改 并且求神提升我们的心智 成为耶和华的精兵战士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业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业的影片 以及一百首动听的天运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卫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补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